这有一个方程 它只有一个位置数X 而且X的最高次数是1 所以它是个1元1次方程 这还有一个方程 它也只有一个位置数X 但X的最高次数是2 所以就叫做1元2次方程 其中3X方是它的二次项 那3就是它的二次项系数 -X是它的一次项 所以-2就是它的一次项系数 至于-5 则是它的常数项 1元2次方程你已经见过了 那你能不能判断 这几个式子是不是1元2次方程呢 这个没有等号 连方程都不是 更甭说1元2次方程了 这个是方程 但有两个位置数X和Y 所以不是一元的 这个虽然只有一个位置数X 但X的最高次是1 所以不是二次的 这个只有一个位置数X X的最高次数也好像是2 可X跑分母上去了 所以也不是1元2次方程 这个只有一个位置数X X的最高次数是2 而且分母里头也没位置数 所以它是1元2次方程 总的来说 1元2次方程就仨要求 位置数只有一个 最高次数是2 且分母中没有位置数 好了 给你一个方程 判断它是不是1元2次方程 你已经会了 那如果反过来 告诉你一个方程是1元2次方程 你又能得出啥结论呢 比如这个方程 M加2乘X的M方减2次方 加3MX加1等于0 是关于X的1元2次方程 问你M是多少 既然它是1元2次方程 那X的最高次M方减2就得是2 所以M方就是4 那M就是正负2的 诶 题目做完了 嘿嘿 如果你在这写个正负2 那可就完蛋了 你看 如果M等于负2 会是啥结果 对了 X方的系数M加2就等于0了 那X方就被干掉了 所以M不能是负2 只能是2 以后 只要提到了关于X的1元2次方程 除了让X的最高次数等于2外 一定要注意 X方的系数绝对不能为0 在1元2次方程中 还有一个词会经常出现 就是方程的根 它其实就是方程的解 比如 要你判断 1是不是这个方程的根 只要把X等于1带进去就行 显然等号成立 所以1是这个方程的根 但如果X等于2的话 带进去等号就不成立了 所以2不是这个方程的根 看来 要判断一个数 是不是这个方程的根 只要把它带进去就行 现在给你个数 让你判断 它是不是1元2次方程的根 你已经会了 那如果换个条件 还是给你个数 让你构造个1元2次方程 以它为根 你会做吗 比如 我说有一个关于X的1元2次方程 2刚好是它的一个根 你能写出一个符合条件的方程吗 这简单 两边同时平方就行 得到X方等于4 这就是符合条件的1元2次方程 以上就是1元2次方程的主要内容 一起来总结一下 如果一个方程是1元2次方程 它必须满足4个条件 第一 只有一个位置数 第二 位置数的最高次数是2 第三 位置数不能在分母中 第四 二次项系数 绝对不能为零 好了 赶紧刷题去吧 比较 2